雖然我都親眼看到那個公仔縫合著翻出來的皮質 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布公仔 但是不知道怎樣的 我心裡總是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越看這個布公仔 我就越覺得哪裡就不對勁 唉,小七啊,你不要想那麼多了 應該就是一個普通的公仔而已 搞清楚一件事,初五就變得輕鬆了起身 他把布公仔就放在旁邊張椅上邊隨意地說 哦,是嗎?原來虛經一場啊,被他嚇倒了 我就深深地望著一眼的布公仔 語氣有點生硬地勉強擠出了一絲輕鬆的表情 小七啊,你說的人皮公仔是用人皮套到布公仔上邊嗎? 真的有人做這麼殘忍的事嗎? 初五就一面震驚地看著我問了 是啊,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的 既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布公仔 那我們就不要說關於人皮公仔的事了 我對著初五這樣說 因為師兄曾經跟我說過一些關於人皮公仔的事 我對這個詞就非常忌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很容易招惹鬼的 初五就張開嘴巴不敢再說了 因為他很熟悉我 他知道我有一個特點 如果一般情況下,我都不會說出鬼這個字 最多都是用陰魂來代替的 而鬼在其他人的嘴裡 或者是對一切陰魂的統稱 不過,在我的嘴裡 就是對一些惡鬼禮鬼的稱呼了 小道長啊 你看一下 我的孫子這間房子 還有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事啊? 啊,除了我剛才說的兩點 其他都沒什麼了 我就點了下頭這樣說 顯然就有點心不在焉 小七啊 既然間房子找不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啊? 唉 既然不是這間屋的問題 那應該問題就出現在那個死壇那裡了 等到天亮 我們一定要去問問其他那些小孩子 問問他們那天下午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了? 大娘啊 今晚我們就在你家過夜了 不回去了 既然這裡沒問題 那我們就出去了 我對著大娘就說 我在順手關門那一刻 我靜靜地扔了一枚銅錢在地上邊 好多謝你收聽 然後我就站在一個遠道 呆了地看著天上的星星 初五就走過來問我 那個暴公仔 總是給我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太詭異了 詭異到我不得不去懷疑 我便說 我就喝了一口氣 在我心裡邊 那一團疑魂就越來越重 嘿嘿 可能是今晚的一些事 被你壓力太大了 你不要被自己壓力太大了 你只是一個普通的道士 又不是神仙 不是什麼事都搞得好嘛 初五就拍在我肩膀就安慰我 不是啦 如果你聽過了人皮公仔的事 你就不會那麼輕鬆的了 我轉著頭說 人皮公仔的事 給我壓力其實實在太大了 如果那個暴公仔 真是一個人皮公仔 那一定就會出大問題 嘿 那你就跟我說一下人皮公仔的事啊 糟了 我剛剛準備說 我突然間就神色一扁 馬上就向虎仔的房間跑了回去 喂 小出 搞什麼呀 初五在後面就大喊跟了過來 沒時間解釋了 快點過去看看 我頭都沒回就說了 我一口氣就衝到剛才那間房間 站在房間前邊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左手捏了一張扶子 右手心已經扣了一枚銅錢 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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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豎起的食指 對著初五做了個 禁腥的手洗 之後指了一個房門 心裡默默地數著 一 二 三 我猛然用力把房門推開 房裡靜悄悄悄 月光從窗裡射進來 剛好就照在房間的正中央 一個布公仔 他靜悄悄悄地趴在月光之中 小出 怎麼唷 房裡面什麼都沒有 打量了一圈 錯五就在這裡說 我緊袖著唐尾 看著地上邊的布公仔 我很清楚地記得 剛才出來的時候 我把布公仔又扔回床那裡 為什麼現在又趴在地上呢 難道他會動 錯五 你沒有覺得什麼不對勁嗎 我無奈地轉了頭 不對勁 沒有 沒有 初五就牛緊眼地看著房間 但是 他好像並沒有發現地上邊的布公仔 嘿 腳底呀 你看看你腳底 我沒有好戲地說 我回頭看一張眼 我剛才扔在門旁邊的那枚銅錢 我銅孔緊縮 臨走的時候 我扔的那枚銅錢 明明在正西的方位 現在銅錢已經是移到了東南位 而銅錢 好像被什麼動過那樣 呃 腳底 你說那個布公仔 就掉了在地上 初五就掩著 然後 又把那個布公仔撿回床 小七 你不會跑過來 就是因為那個布公仔掉了在地上 你看看 那個槍也沒有關 肯定是那些貓 那些老鼠 鑽進來 將它 搞到去地上邊 初五就有些謊言大悟地說 哼 沒事了 回去先吧 我深深地看一張眼 被初五扔回床的布公仔 我彎下腰 把地上那枚銅錢撿起來 到了晚刻 虎仔暫時就是這樣 大媽把我們兩個 就安排在旁邊的房間睡覺 而在床上 我坐了很久 我慢慢地開聲對著初五就說 初五呀 那個布公仔 真的有問題 我明明記得 走的時候 那隻布公仔被我扔在床上 沒有人動它 它又怎麼可能跑到地上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貓、老鼠那些事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大娘 它自己養了一隻貓 而家裡的老鼠 早就被貓趕走了 不會有這麼大的老鼠捐進去 而且 我們剛才在院裡 那隻貓 豈不是好地地在院裡睡覺 它又怎麼可能去到房間裡 那 那你就是說 那個布公仔 它 它自己走到地上 初五的聲音已經有點不自然 哼 為什麼不可能是自己走到地上 我就反問 初五張嘴就沒有再說話 它知道 如果我沒有依據 是不會亂說的 哼 而且 我走的時候 在地上扔了一枚銅錢 剛才進去的時候 不單止銅錢的位置變了 而且 你自己看看 這枚銅錢變成什麼樣子 我伸開手掌 把銅錢遞給初五 啊 銅錢 變黑了 啊 這個是被些不乾淨的東西摸過 初五接的銅錢一看 他都驚叫了起來 銅錢上面 的確是有一道黑人 而這道黑人 是我們都再熟識不過的了 只要被些什麼陰邪的東西碰過 銅錢就會這樣 小七啊 你是說 那個布公仔是自己從我床上面爬下來 又碰到地上邊的銅錢 不會 那個布公仔真的是一個人皮公仔 是嗎 如果地上邊的銅錢是那個布公仔碰過 那公仔身上的某一個角落肯定有黑色的印記 但是我剛才也特意留意過了 那個布公仔身上 並沒有什麼黑色的印 而且還有一點的就是 如果那個布公仔是人皮公仔 那他身上那一層皮 應該是人皮才對 但是卻是一張普通的人造皮質 那布公仔是人皮公仔也說不通 那布公仔到底是怎樣去到地上邊的 銅錢又被些什麼碰過呢 哼 會不會房間還存在著其他陰魂的什麼呢 這些會不會又是那件事搞出來的呢 我暗暗地說著 我在這裡計算 這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喂 不對啊 你是個道士來的嘛 那如果那間房間 收了什麼其他陰魂那些什麼 你應該看到才對的 哼 是啊 現在整件事越來越複雜 對 其實我是聽到了銅錢的響聲 我才跑過去的 先不要管 明天再把那個布公仔仔仔仔仔仔研究一下 我們要拿緊時間 還跟我說故事嗎? 還說什麼床下底有人? 你信不信我跟你說一段鬼喘氣的故事嗎? 我沒有好氣地回頭 不過錯誤說的說床下底有人 它就令我心中一動 大媽不是說過 說虎仔房間 她昨天下午才撿過嗎? 既然是她撿過 那為什麼這麼大的布公仔在床下底 沒理由她看不到的? 而這件事總是有一種說不出的邪氣 也不知道從死談那邊跟著我們回來的到底是什麼 人皮公仔? 人皮滑 滑了人皮做公仔? 公仔公仔要聽話? 晚上出來笑哈哈? 我拼命地轉著頭 想拼命中一些雜亂的思緒 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 我就起了身了 還好 後半夜就沒有發現什麼怪異的事情 而虎仔還是這樣 我們在大娘家裡吃過早餐之後 我就一直磨到中午 才叫大爺帶我們去那兩個淡死的小孩在家裡 不是我故意在這裡磨時間 故意等到中午才去 而是一種禁忌和雜族 如果一大早去別人家問那些事 肯定就不太好 自二叔 你不是要去和你們家虎仔找個道士回來的嗎? 道士找到沒有? 我們還沒走到淡死的小孩家裡 那個家裡的主家人就出來了 而當他看到大爺 他就疼了一疼 馬上就問了 怎麼樣? 你家裡都要找道士嗎? 大爺看到了一疼 聽他的口氣 好像是專門要來找自己 哎 昨晚 我的兒子 回來了 那個中年大叔 面上夾帶著悲傷和一絲的恐懼 好多謝你收聽 百鬼撞天台 本集已播講完畢 下集更精彩 期待你的收聽 第194章 那個中年大叔就對我們說 昨晚 我的兒子回來找我 他語氣之中夾帶著一絲傷感 和一些恐懼 唉 華仔 真是很可憐 人死不能復生 你都不要太傷心了 趁你現在還有能力 你掌緊時間 生多個了 大爺就安慰著 他並沒有感受到 中年大叔話裡的那絲不對勁 你 你剛才問我有沒有找到道士 難道 你都要請道士去你們家給華仔唸經嗎 大爺就問了 繼續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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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請的道士 不是上午就已經被華仔唸完經走了嗎 你做什麼還要找道士啊 咦 智叔啊 我 我 我逼不得已的 那中年大叔就拉著大爺這樣說 說到一本 他又吞吞吐吐又說不完 好吧 華仔妖節 我知道你心裡很難受的 這個我可以理解 有誰想發生這樣的事啊 大爺又拍了中年大叔的肩膀 安慰回頭 咦 我 那個中年大叔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卡在喉嚨的話 就總是說不出禮 大叔啊 你個兒子昨晚回來找你 是不是跟你說了些什麼啊 我皺實唐尾 看著中年大叔的天靈蓋就問 你們是 中年大叔這次就把木剛移到我和初五身上 他有點疑惑地問 大侄仔啊 你不是要找道士嗎 這個就是我找回來的道士啊 這位小道長就是九叔的高徒 九叔這次叫這位小道長來幫我解決虎仔的問題的 大爺指著我便介紹了以身 小道長 居然是九叔的高徒啊 真是連笑有為啊 小道長 你快點進來啊 請進來啊 中年大叔看著我 眼裡閃出一絲喜色 這個中年大叔呢 在他家裡那一房就排行第四 而村裡同輩的人都叫他四學 那這位四叔就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就有十歲的了 剛剛就讀三年級 那小兒子就慘死 整個家裡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每個人的面上邊都帶著濃濃的悲哀 四叔請節哀 我來到唐屋裡邊 在香岸前邊上了一炷香 我小聲地跟中年大叔就說了 唉 我都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的 我那個可憐的小孩只有七歲而已 今年剛剛才去學前班 沒想到 學校一放假就拿了他的命了 我老婆已經哭暈了三次 一醒過來就問我要小孩 你說我 我 唉 四叔一直苦劫地說著 說到最後眼角都已經濕了 四叔 誰都不想這些事發生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只能夠勇敢地去面對 只希望那小孩下世投胎到一個富貴人家 多一些福祿,少一些磨難 多謝小道長你吉言 四叔 折出了一個比喊更難看的笑容 對了,智叔 你家虎仔 什麼情況 現在 沉默了一陣 四叔又看著大爺講 但是他眼角的魚缸 卻一直落在我身上 小道長昨晚已經去看過虎仔了 唉 只不過 說著 大爺的臉上也變得悲傷了起來 那虎仔現在什麼情況啊 四叔就看著我說 他有點不太明白 虎仔的情況有點複雜 我現在都有點摸不准 一齊去玩的六個小孩裡面 有兩個就浸死了 一個就搞到好像撞邪那樣 你們說 我們這村 是不是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在作怪啊 四叔就面色很難看地說 鬼才知道嗎 你說這些小孩啊 哪裏好去不去啊 去鬼潭玩才行啊 大人都不敢去的地方 那些小孩竟然走去玩啊 從小都跟他們說 不要去那裡的啦 他們就是不聽 大爺有點生氣地說 就是咯 他們去那裡玩 那些小孩啊 都是怨老陸家裡的那個小孩啊 那個小孩 他前幾天 在那個死潭邊 撿回來一個鳥籠 跟著那些小孩啊 聽到之後 就說約好一起去那裡淘寶咯 你說死潭邊那些東西啊 怎麼可以亂撿的啊 四叔就痛心疾首 死潭死潭 都已經撞送了我們村 不知幾多人的命啊 就是一個不吉利的地方啊 大爺就嘆了一口氣 他目光不由自主地又落在我身上 是呢 智叔啊 你們今天來是找我的嗎 四叔就看著大爺 有點疑惑地問 哦 是啊是啊 今天就是來找你的 主要是小道長想找你們了解一下情況 小道長 不知道你想了解一些什麼情況呢 呃 四叔啊 先說說你昨晚看到你家裡的小孩的事 蛤 這個小道長 你是不是看出什麼來啊 四叔就沒有想到我突然間會這樣說 他有點吃驚地看著我了 沒錯 我是一個道士 我做的事 自然就是跟死去的那些陰魂打交道 我對這些事都很敏感的 是啊 大侄仔啊 難道說你昨天見到你家裡的小孩 這裡還有什麼特別的隱情嗎 蛤 本來我這個人從來都不相信什麼鬼的 甚至我媽媽死了之後 我都從來都沒有見過他 不過昨晚 我真的看到我剛剛死了的兒子 他來到家裡找我 這個世界真是有鬼的 四叔就緩緩地說 他說 他說到最後 想起了昨晚發生的事 他不由自覺地打了個冷枕 阿華仔 肯定都是回來想看看你們的 自己的兒子又有什麼好害怕啊 這件事不是你們想得那麼簡單啊 裡面充滿了詭異的 四叔 那你就詳細地說一說你昨晚的事 一點都不要遺留啊 哦 好吧 昨晚 我就將那些事忙完之後 已經就到深夜了 華仔的慘死 令到我非常難過 我就坐在這裡 手裡面就拿著小孩的照片 我越看越難受 四叔就耿熱著 他用了手指著旁邊的一張竹椅 我沒就一個人在個堂屋裡坐著 都沒有開椅 我都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突然我就覺得很睏 然後就坐在這裡睡著了 突然我就被一陣敲門聲 就吵醒了 我仔細一聽 聲音是在外邊的大門裡的 那我就起來去開門 四叔回憶到這裡 面上邊充滿了驚恐 咦?四叔呀 這樣不對勁 你家的大門外邊還有個院 半夜三間 又有誰進了個院來敲你家的門 初五就看了一個大門 一面疑惑地問 是啊 這位哥仔說得有道理 但是我當時 卻好像鬼迷心竅一樣 我一聽到敲門聲 我就去開門 門一打開 我就看到外邊站著一個小孩 是啊,是一個小孩 蛤? 那那個小孩 是不是就是你死了的小孩 不是啊 是啊 四叔說到這裡 他又說是又說不是 面上的表情就很矛盾 那那個小孩 雖然身高和體型和我那個兒子很相似的 不過我一直都看不到他的臉 而且… 四叔說到這裡 更加是面色都發青 就見到他全身不自覺地震了起身 而且… 那個小孩 身上還是… 不停地滴著水的 就好像剛剛在水裡爬上來 我看不到他的臉 不過… 他的臉就好像一個平面 上邊根本沒有五官 不過… 我就是聽到那個小孩 對著我 就… 隔隔聲地在那裡笑 好多謝你收聽 百鬼 撞天台 本集已播講完畢 下集更精彩 期待你的收聽 第195章 是啊 那個小孩 他身上不停地滴著水 就好像從水裡爬出來那樣 他對著我 就不停在那裡笑 四叔倒吸一口冷氣 整身都有點僵硬了 蛤? 什麼話? 你說那個小孩沒有五官啊? 大爺都驚恐了起身 他腦海裡面 不自覺地形成了一幅畫面 半夜三更 突然間有人敲你的門 你開門一看 居然是一個沒有五官的小孩 而且他還對著你笑吧 這樣可以想像到 是一副多麼驚慮的畫面 不是吧? 這麼詭異? 搞到我以後晚刻 人家敲門我都不敢開了 初五聽到 也都成身飄了冷汗 是啊 晚刻敲門的 不一定都是人 我慢慢地說 眼裡就一陣閃爍了 四叔家裡的兒子 昨天下午才落狀 如果說 晚刻他兒子回來和他道別的話 又怎麼會變成這樣 來嚇自己的老爸呢? 況且昨晚我們都去過那個死壇那裡了 那小孩的魂根本就不在那裡 而最重要的是 我在這間屋 也都根本沒有感受到陰魂的氣息 四叔啊 那後來又怎樣? 我以前經常都聽人說的 家裡的人去世了之後 那段時間 家裡都會出現各種詭異的事情 那小去的親人都會回來一點 所以 當時就算我沒有看清那個小孩的臉 但實際上 我心裡已經就認了 他是我那個可憐的兒子了 那兒子 無論變成怎樣 都是父母的一塊心頭肉 所以當時 我就不斷叫我兒子的名字 而且 我還伸手過去抱他 但是 那個小孩 就好像根本就不認識我那樣 我叫他他又沒有回應我 更加不要說給我抱了 蛤? 那不對勁吧 如果那個小孩真是你的兒子 即使他是一個陰魂 他也不會不認得他自己的爸爸才是 是啊 無論我怎樣叫我兒子的名字 他就是不認我 而且 還從我身邊走到了堂屋裡 你們知不知道 他最後去了哪兒 難道說 他去了找他媽媽? 初五就問 他進了屋之後 沒有去找他媽媽 那個小孩進了屋之後 竟然他就直接去到了鄉岸前面 最後 他就爬上了鄉岸 一忽然就坐下了 當時我都成個傻了 鄉岸上哪兒坐著鬼? 那豈不是犯了大忌 那豈不是 四叔說到這裡 面上的表情已經很不自然 而我就咒實堂尾 即使陰魂是一個野鬼 而不是四叔家的兒子 他也不應該跑到鄉岸上去坐 而在農村 鄉岸是蕭香供奉菩薩的地方 是最神聖的地方 一切的陰魂鬼魂 應該都是懼怕這些地方才對 我還是頭一次聽到 說有陰魂敢在上面坐 你這些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轉頭看一張眼 四叔家的鄉岸 我起身走到鄉岸前面 鄉岸上邊有一尊老人家的石膏掌 還有一尊香爐 香爐裡面擦滿了消炎的香腳 而香灰把香爐都擲滿了 還有不少香灰審了出來 我從香岸上邊拿出了一張紙錢 手結發印 將紙錢按在香岸之上 默煉了一道咒語 將紙錢夾了起來 將紙錢沒有一些的變化 什麼都沒有 我眼神閃爍了一下 如果真的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紙錢上應該會出現一些東西才對 最後我就畫了一支火柴 將紙錢燒了 小道長啊 四叔就叫了 他一面期盼地看著我 好模糊 我點了頭 說了一句 令到屋裡面的人全部都不知道我說什麼 四叔 那後來又怎樣呢 我繼續問 呃 那小孩爬了上香岸之上 他坐著就是不說話咯 他對著我就不斷笑 那些小聲啊 聽起來比喊還要難聽啊 不知為什麼 我聽完之後 我的心就很難受的 我想起我兒子的慘死 最後我眼淚都流下來咯 那小孩什麼都沒有說就對著你不斷笑 初五就張大眼就問了 他覺得就很奇怪 呃 我就不知怎樣的那陣 最後我就拿了一群紙錢過來 一張一張地釘進火盆裡燒咯 一邊燒 我就一邊念著我兒子的名字 到了外邊雞鳴響起了 那時候那個小孩就已經走了 小道長啊 我兒子 是不是在陰間受到什麼委屈啊 所以才上來跟我說啊 四叔就抹了眼角的眼淚 他緊意地問我 而我就默默地看著四叔沒有說話 最後我輕叹了一口氣 沉默了一陣 我對四叔說 四叔 你應該醒一下啊 昨晚你的小孩沒有回來 啊 沒可能的啊 昨晚我明明見到的啊 雖然我看不到那個小孩的臉 他也沒有開口說話 不過他應該就是我的兒子啊 他的身上還穿著浸死那陣的那件衣 是這樣的啊 四叔就是這樣叫著 他不停地領著頭 四叔啊 你昨晚看到的只是你的幻覺而已 因為你心裡太過思念你的兒子了 所以就潛意識直入了一個虛意的小孩進來 你家的鄉案 承受了你家幾十年的鄉火供奉 陰雲根本是不敢靠近的 更加不要爬到上邊去坐 而因為那個小孩是你幻想出來的 所以你就根本看不清他的臉 也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你沒有聽到你的小孩說話了 只是聽到他的笑聲 而你小孩的笑聲 在你心裡的印象是最深刻 這股笑聲 估計你這輩子都不會不記得的 哦 原來是一場幻覺來的 大侄仔 你放鬆點啦 大爺就不敢輕嘆了一聲 因為你的兒子是浸死 這個是大碑 所以潛意識之中 你幻想出來的東西是帶著陰森恐怖 正常情況下 出現在你腦海裡的小孩 一定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臉 如果真是他的陰魂回來 他一定會跟你說話的 我一路細聲地解釋著 我右手, 黏著劍子 在四叔的茶杯之中 凌空就畫了一道符 四叔他拿起茶杯 把水都喝光 過了一陣子 他才喃喃自語地說 人家不是說 剛剛死了的人 魂魄會回來家裡一趟嗎 為什麼我沒有見到我兒子呀 小道長 你可不可以把我兒子的魂招回來呀 讓我和他媽也見一面呀 四叔他抬起頭 他一面期盼地看著我 我揍了唐薇 心裡暗暗地嘆了一口氣 四叔家裡的小孩在死潭浸死 他的魂一定是落在死潭那裡的 不過我昨晚作法 他什麼都沒有看到 這裡中間肯定出現了什麼變故 如果不是, 沒可能招不到他的魂 而小孩的魂都不在死潭了 難道還有可能在家裡嗎 小道長, 我求求你呀 你是九叔的高徒 一定有辦法 可以把我兒子的魂招回來的對不對 只要招回來 和我們見最後一面就可以了 求求你呀, 小道長 四叔說到這裡 竟然站起來 對著我不斷撞淫 啊, 四叔呀 我會盡力的了 那小孩的魂不在死潭 又會去哪兒呢 我心裡有一種想法 不過我暫時還是不敢說出禮 我會是甚麼時候 在這兒子我們來了 我會想過 我會想過 一點點 你會想過 竟然想過 一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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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